今天要来分享一把DLC超强的恐怖出血神器 随便对王戳个一招,伤害直接破万 对付各种人型boss真的只有轻松简单又无脑 眉色墨立马变成你的玩具,直接被你戳到烂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分享如果打造这把神武 首先武器是使用击败山珠骑士用锥翼换取的剑形长矛 再将此武器更换成可以使出连击的鲜血征收战灰 并将武器附上血的直变 你会发现此把武器的出血量表近高达恐怖的169 在各武器中已经是数一数二高的 这时候你已经拥有新一代的恐怖出血神器 左手部分选择印记来提升buff 头盔使用白面具可增加出血时6%的攻击力 铠甲臂甲与腿甲使用罗刹的套装 可以各增加2%的攻击伤害 护服使用腐败意见徽章可以提升连续攻击伤害 以及可提升灵巧与连续攻击伤害的米利森的一手 鲜血君王的欢愚可以提升出血时20%的攻击力 亚历山大的碎片可以提升15%的战绩伤害 buff部分则是使用黄金树力式来增加15%攻击力 以及10%的防御力 以及火焰刺与我力量来提升20%攻击力 灵药部分可使用提升20%伤害的吸血破路滴 以及可提升连续攻击伤害的连刺破路滴 影片后面会附上新装备与物品取得的方法 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 以上都准备完成后 接着就是我们的戳怪时间 精英怪戳半招就趴了 再来就是王城菲菲戳了一招就快往生 对付黑骑士有僵直效果 戳个两招直接溅上帝了 双月骑士戳个一招伤害破万 连他也撑不住三招 我找边火之王来个无脑硬戳 两个人同归于尽 最后就是我们封面之王没算末 简单戳个几下 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用这招打他 真的是轻松的一弹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技巧 但这招的缺点就是对付大型怪时容易打听 也不会有僵直的效果 所以建议还是使用在人形怪身上去在家 这部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有帮助到你 请帮忙按个赞 之后会持续出法环DLC影片 欢迎订阅 它的位置在于幽影城后门的地方 想要到达这个位置 需要走穆斯废墟的地道 上来到玻尼村 再一路往上走到幽影城的教区入口前进 才能到达幽影城的后门 这边就从教区入口的火点 开始带大家走一遍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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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广场进去就会遇到老将盖乌斯了 鲜血征收战徽获取位置在蒙格温王朝 传送到通往王朝的崖上道路火点 往下走 进入到这个洞穴内打掉份金龟即可获得 这一套装备取得位置在于东方无名名妙 我们可以从赢者和下游火点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把罗刹击败后就可以获得武器与装备 要取得此路低需要击败位于安提废墟的锅炉巨人 可以传送到城底积水处火点往西走就可以看到它 需要使用大燃炉弧唤醒它再击败它即可 要制作大燃炉弧唤可以在墓地平原上方的旅人的破屋 捡到制作的笔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